一名混血模特于2016年经常来港工作 置心灌溢期间 被迫留港三年 期间认识一名泰拳教练男 从此噩梦开始 经常被虐打至身心受创 是主早再度来港 并在现任男友陪同下 向星岛申诉王 恕自己的亲身经历 日韩混血模特梅兹拿 本身拥有学历 2016年开始因工作经常访港 亦曾来港中文大短暂修读经济 于新冠疫情期间 经朋友介绍任了泰拳教练Rocky 两人初时仅属朋友关系 不过娶美 在屋起楼下等我十个钟 之后多次帮手搬屋等 两便逐渐走近 由于梅子娜喜欢运动 但疫情时健身场所 我们Rocky便每日陪伴行山荡做运动 两人日久生情 便使了情侣关系 不料 两人拍拖三个月后 Rocky便向梅子纳动 理由是他与其他男性有人拍照 第一次的原因 圣诞节时 同其他男性朋友一起影像 放上Instagram 跟住 打我 第一次便打到我断骨 晕左 之后Rocky召唤救护 将他送院 警察亦有到场了解 在医院期间 因为梅子娜 重伤神志不太清醒 故由Rocky向警方讲述事发经过 后再由梅子娜签名确认 事后Rocky再带同两名男子 到梅子娜的酒 迫他签署和解书 协议两人以五万元作为和解费 不做追究 梅子娜因为人生路不熟 在港朋友不多 家人未能到港照顾 加上Rocky每次向梅子娜动粗后 又会向他道 声称很爱他等 令梅子娜心软 与Rocky开脱期间 梅子娜被打逾百次 日我无时听无时讲 广东话 就会打我 令他伤势 及全身 甚至有部分牙齿被打至松脱 有时Rocky更会 梅子娜发表中国男人会打女人的谬论 令梅子娜感到求助无 好景不长 梅子娜家中无故失火 存在家中的大量现金 所有家当付诸一句 Rocky便安排他到另一住所赞助 打烂了他的手机 断绝他与外界联系 此外 梅子娜更止 曾被Rocky强奸集偷拍片 并持续利用这些不雅影片 邪他 要求与梅子娜结婚 会面等 否则便会将这些片放 网 至于梅子娜的现任男友陈先生 化名 知道事件的发 后 非常心痛梅子娜的遭遇 希望可以帮他讨回公道 陈生说 我之前在街上见到麒麟住好大大爷 邦夏儿认识佐 之后先发觉曲友开遭遇 为曲感到 第一 陈先生亦有向梅子娜了解 为何经常被打人要与对 会面 梅子娜才说出原因就是一直被不雅影片要挟 直 去年12月 Rocky再次以影片要挟梅子娜与她会面 当日在铜锣 闹事将她拉上车再走 在车内已不断向她动手 志在到荒山岩岭痛打 而这次梅子娜终于成功报警了 Rocky易于 今年10月被法院判见8星期 而梅子娜事后易已返回 国接受一系列身体及心理治疗 而今次再来港 希望找律师帮忙 追讨民事所长 日前亦在社工 同下 再次到警署报案 希望警方能够重启调查 多年来被虐打的梅子娜讨回公道 星岛申诉王救 梅子娜的个向警方查询或回复指警方分别于2020年12月及今年二 接获一名外籍女子报案 只被一名本地男子席致受伤 两宗案件均交由湾子警区刑事调查队 近涉案男子早前已被控袭击制造成身体伤害 并于今年10月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入狱八星期 报仁齐后宇 今年11月14日 再次向警方对涉案男子提 其他新指控 案件现交由湾子警区刑事调查队 近 案件仍在调查阶段 星岛申诉王为民请命报 平 追踪城中热化 议会搜罗坊间温情小故事 你 素 我跟近 whatsapp 91999933星岛申诉王随时后命 立即爆料星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惊内容